Hello,大家好,我是Calvin,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如何用英文买单哦 OK,第一种情况,买单 当我们吃完餐之后呢,我们可能需要服务员帮我们买单 这里呢,你可以用最简单的短语 但有时候你也会听到有人会说 这个表达也可以 或者你也可以用take这个动词 我们也可以说take the check check除了表示何时赚呢,它还可以表示账单的意思 比如说 OK,那么结账的时候有两种情况哦 一种是你请我,对不对 因为Kevin最近手头很紧 OK,开玩笑了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平摊 也就是我们说的AA AA这个表达在英文中我们可以用go Dutch这个片语 Dutch是表示荷兰人的意思 所以就算我们可以说 Let's go Dutch this time 也就是这一次让我们AA吧 那除了用这个表达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split the bill Bill就知道是表示账单的意思 split表示分开 账单分开结 也就是我们要去平摊 比如说,shall we split the bill this time 这一次我们要AA吗 好的,那么AA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轮到你付款咯 那第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说 my cheat 或者是 it's my cheat cheat除了作为动词表示对待的意思呢 它还可以作为名词表示款待 it's my cheat 也就是这一次由我来款待 那除了这个片语之外呢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口语中说 Let me get this 也就是说让我来付款吧 OK,第二个 it's on me 我请客 这是一个美国常用的礼遇 那如果说是店老板请客 这个时候我们换掉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说 it's on the house house其实是表示房子的意思 在这里的话其实是说本店提供免费的餐 或者说本店请客的意思 那除了用这个短语之外呢 有时候我们也会说 be my guest I'll need this time guest是表示客人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一次你做我的客人 这一次由我来请客 由我来买单 OK,那么三 I'll pick up the check pick up有表示捡起或者是拿起的意思 我会拿起这个账单 也就是说 我要来接照 那除了这个意思之外呢 pick up还可以表示 接送 比如说 I'll pick up Mr. Hans at the airport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我会去 机场接汉客先生 OK, the last one this is my round round有表示回合的意思 这一回是我的 也就是这一回我付款 那除了这个用法之外呢 有时候外国人也会说 I'm paying 或者是I'm buying 这里注意一下 它是用进行时表示将来时 也就是说 待会我付款 比如说 Please don't argue with me I'm paying tonight 不要再跟我争了 今天晚上 我来付款哦 好的,那这样子有没有搞清楚呢 要请我吃饭的小伙伴 记得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帮我点赞转发 小文鱼会补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订阅 或是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Kelvin 这里是IT文教室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